哎姐哎金姐 哇怎么都瘦了呀 王熙瘦的小脸 是吗 瘦了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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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你穿里面穿的一样的 嗯对 这你设计的 我设计的我画的 真的我看后边没有后边没有 一公的那个做了一个logo 哦这叫什么 light speed 嗯 那个呢 外面写这块写什么 也是六倍光速啊六倍光速 ok 挺好的 坐坐坐坐坐坐坐 怎么样这段累坏了吧 还行 均训的运动会对你来讲轻松吧 是没有 你当兵的人啊 没有我是 能不能团 哈哈哈哈 哎你咋是迎口的迎口的 复顺 六太近了 哇咱咬您的沈阳的 是是是 沈阳复顺迎口 啊呀我今天采访你们俩我 我我提醒我半天我要跟两个东北人对话 嗯 因为咱们他全掉沟里面了 我就好不容易脚动过来东北画的 就磁溜磁溜的 请西线 亲切 别板子了就拉倒正常正常落吧就 哎 他设计服装你们 我你们兄弟特别有意思哈 你们有统一的项链 项链谁送你来的 之前找人定做的 定做的手工打做的 起初是我起的头 啊这是你起的头 你你送什么来的 水杯 就老干不是用那种吗 不是不是那很长情 就是那种上面有个盖的对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觉得熬一熬的就是还是要多喝点水 对对对这个是的这个是热水 嗯 然后后来就哎那你送这个烂 就是礼上往来吧 对啊啊就这样的就是小龙哥送啥了帽子 他送的帽子还有一个那个那个对 还有一个他们在这个和 公王府合作的做了一个那个 那个茶杯 然后其实每个人的东西都是上面有 我们的名字哦很对就是包括他的水杯上边 也是每个人都是很用心的很用心的 比马西做啥了 比马西送来了他的高音 啥也没送真口 他主要是也是他不知道该怎么送 是是对他都可能还是对这种 这种话还在消化啊 对这种交流方式还不知道是的是的 对对对对对 对吧他就多送给你们几个拥抱了 兄弟之间的拥抱啊对他是拥抱最多的 对拥抱最多的吗 对对对对对 你们还前两天一群大老爷们玩环球影城去了 对我们其实就是要再一起排练 然后豪哥就飞过去了 怎么选定到这个六六倍光速了呢 来之前就跟豪哥就上好了 上好了 ok 你认识他认识对对 那黄西呢 我就想加入想想跟想跟豪哥走 原因是什么嗯 就是小的时候吧 我觉得就是我们都有过 青春的那个时候 我就是跟豪哥说 我说20年前啊 嗯二零零一年的时候 嗯对就为了看他们的戏啊 天天上网吧 他包酒了 有真的就是那个什么流行花园是吧 对对对对 啊 然后有这样 我觉得是女孩干的事啊 男孩也干 我们那会对看都看 男孩也干真的吗 对 然后就觉得能有机会在一起 然后 然后我 那天晚上好像也喝了酒 借着酒酒打去敲人门了 对我 我说我说我说 豪哥咱那个名要 做对了不对 然后他也明白 嗯 嗯 OK OK 啊 就很简单 就很简单的 还挺有还挺有缘分的 开始我们第一天啊 走那个光路 大家第一次见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西哥因为是我们也是老强离得近嘛 对 然后他一直跟我聊聊聊聊 突然间后来晚上回到休息室啊 就其那个 选队 你有啥想法没有 我说坏了 因为我就觉得 我说西哥的 纯东美人啊 我说我肯定答应豪哥了 我得去豪哥那 对啊 我说这种就是文化这种肯定不太兼容 我说他能愿意去吗 当时我还打马虎眼 我说啊 就哎呦我来说吧 我说我也没想好 哈哈还没告的 就后来他就是心里也想的 正好敢巧是对 那天我盖 我在那个监视剧里观察你们的时候 你们走光路 我这个大那个holding room 里边 嗯 然后我就看那个谁 王熙是不怎么说话的 然后我说王熙这个妮儿性格 他到哪个组 我真想象不出来啊 我都没想到 借着久点还敲门去了 对对 都会这么像今日头条 对吧 这八月三个敲人的门 哈哈哈哈 好你们几个兄弟在 自己团队里有各自担当哈 你是啥担当 我最开始是所谓可能气氛和搞笑担当 但是随着这个节目的进展啊 我觉得就可能搞笑担当就担不住了 那谁是搞笑担当 目前以队伍的状态来讲 到西哥手里了 西哥搞笑不可能 他像是咱东北可能就是上课那种好杰茶的孩子 就大伙聊的特别热闹的时候 你已经忘了有他在了 对他突然捅一句 然后最后 他就三句半 哎就三句半最后敲锣那个当 对有时候他就他 王熙干这活的 就是我我我就是适合捧个你 嗯 那你现在什么担当自己呢 我还挺担当 我有点雷水担当了 我这病号了 没有没有 我就是九七 我觉得是在我们这个组里边 他我觉得是一种 万能浇水的感觉 嗯 乔梁什么都能都行 对对对对对 对万能浇什么都可以的 对对对对 然后 我目前发现他现在是最强的 就是还是嘴皮子反应比较快 对吧 在你们这个几个刚才想一想 也是他的反应最快的呀 对 他说你是个氛围担当 你是你是吗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 都挺都还行啊 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 有一有一阵是迪马西 有一阵是迪马西特别逗 主要他反应那个点就是 特别准 哦真的吗 对特别准 就是他能通过你们语境 即使内容不知道 他会在那个节点 他经常就是逮那个点特别准 就你们聊聊聊特别嗨 啪来一下 对 其实他什么也听不懂啊 他老来这种东西 而且他每次点C的都很准很准 对对对对 他就对这个氛围 他有个判断 观察和节奏感 特准确 因为他搞音乐的节奏感特别像 对对对对 那建豪什么担当呢 他是又当的又当吗 现在翻翻译担当 对啊 他的语言哈 我们队里是一个 套娃式的语言翻译 啊 就就是有时候豪哥中文表达的不准确 他就看我说就西西这个嗯 什么我再给他说 然后我们有时候英文的事就得问豪哥 因为迪马西在说英文 对 然后就是你给我翻译 我给他翻译 他给他翻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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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给大家互相翻译 龙哥什么担当龙哥 龙哥龙哥其实是这样的就是 就是在这个追光的舞台上吧 就是他真正的实力没有展现出来 对他真正的实力在人脉上面 后勤担当 对人脉上对 有人力资源部的对对对对 就搞hr 的对对对对 人整不明白就是主义有些事解释不了 那个我我我这有人对对 我们需要多少人多少人对对对 志贤呢怎么担当 就算是我们队的青春活力担当 有时候他也搞笑啊是吗 他的搞笑点跟别人也不演 又又不一样 他总在状况之外 那你有时候你们讲的笑话 徐之前他能get到吗 get不到 但乐在其中完全该的不 是吧 对我想是 就大家他一他一乐他就 那你们在笑什么 啊 觉得很好笑 就对然后他这个状态就很好笑 对对 在这里头说模仿能力最强 不是谁吗 我们家酒吸了对吧 嗯 希望我设定一个场景 吃饭的时候有人来敬酒了 每个队员对外边来敬酒 每个人表现什么样的 比如说你先先模仿他啊啊 就是别人来敬酒来来来来来 王熙来来敬你来敬你一个酒 他什么反应 那 那那啥哥 不不 不是我说吧 我本身我 我不太能喝酒 他结巴吗 有点你结巴吗 我有点 没觉得呀 我 不控制 哈哈哈哈 是吗 特点而且就在思考的话说话又慢 那你谈恋爱的谁都多结巴呀 我就那个还行 哈哈哈哈 谈恋爱不结吗 那不当事就利索了对 你不当事 如果给吴建豪敬酒的话 吴建豪什么反应 嗯你好谢谢客气客气 啊 真的很客气对对对对 真这个德行对对对对 嗯不好意思啊 啊跟谁都这样跟你们也这样吗 不了跟我们喝酒就是 见你搞什么 就为什么要这样就就喝啊 就啊 就熟了就对这个像他这个像他 那之前呢 之前 老师我不会喝酒 哈哈 老师我不会喝酒啊 他跟他加大姐一下就笑上去了 对因为他那个脸这边很好喝 有形然后他一说话就会对 你马西呢 他不喝酒 呃no friends no drink no drink 那你们去喝酒 哈哈哈哈哈哈 哎 哦哦就这样哦哦太像了太像了啊对对对对对对 哇老师辛苦了 嗯特别好 好嘞好嘞中国我爱你 可以可以我爱你们中国我是 Demasi 你好 哎你学下他呢 别给他敬酒呢 他啥他什么样子 酒系属于啥呢哈 嗯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我我我是属于是哎 来姐啊喝来来来我们喝酒啊嗯啊吃了来来来喝酒 我是属于是这份的对 酒系属于一看我刚涨了然后拿起杯喝 他不张了他不张了对就顺着走的对对对对啊顺溜的顺杆扒的啊喝就喝就喝就喝完了一喝 但自己不张了酒对对对对对啊 但你们好像是你们团队被人投诉过的 嗯啊 有两个投诉你们给我解释一下啊 第一个投诉投诉上酒系的上酒系深夜夺命高找工作人要快咋了 啥意思 你啥时候是分到那个集体宿舍之后 宿舍里呗对完了呢 朋友给我了那个几盒那个泡面嗯晚上饿就在那吃吃完好饿就就很照顾人很热情啊 你这个没关系啊给你烧水啊烧水啊就给他烧水嗯卡卡就撕面就就呱呱呱呱呱呱往里倒 面就泡好了泡完之后了然后聊会天面也好了我一打开 我说这寸就寸在吧他要是长吃的你就确定他有叉子对呀结果那天朋友送的牌子我也不知道 我说怎么叉子没有 啥可能这个牌子是这样吧嗯 那么半夜那会就两三点了 然后基本上就只剩值班的人了那多人员了对对对 对我就上门口了我就找到处赌工作人员 我说能不快的工作人员啊有找快了啊很困 等半天好家工作人员实会拿了一一把筷子给我 全给我了哎就开始吃面把面往上一挑 嗯下边有一叉子 哦好喝泡的时候是叉子在下边的把叉子泡底下了 对泡下边的 还有一个第二个第二个投诉啊 王熙与吴建豪宿舍看雪看月亮 从诗词歌赋聊到了人生哲学聊到了通宵 真有这事啊有 我不信我不信你俩能聊诗词歌赋 我们那天是回来我我跟豪哥先回来的啊 然后呢我就在我那舞豪哥就在 你们那舞嗯然后在那个日就是那在那个夫那个腿呢对啊啊腿不伤了吗嗯 然后等我就去我就去我说我我我哥哥你干嘛呢啊聊聊天啊嗯聊会儿啊 聊聊聊聊聊就是聊了很多 然后我是觉得我们几个人的三观还比较统一嗯嗯嗯对嗯然后这样的话就特别愿意去 好像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就聊天的机会还是挺多的拼屁的发生 所以说咱们就是就是很黏很黏在一起大家对对瞬间三观都打成一致对对对对 价值观的各个方面表达啊你们都坐在一起得了呗好像是这次啊 是可能说要给我们凑一块 你们工作室好像是你你设你福德设计服装 因为他他自己的潮牌的对对吧对 人家不说相声不当演员也是个小富翁是 好有钱了 哎你最初的专业是什么纳了闷 我不要杂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 新媒体动画但是我这我是北京服装学院的 这事骗了不少人人家以为我是专业财富的 你是北京服装学院的新媒体动画系的对啊 所以你对就是你平时 说的新媒体动画是旁边一瞄眼就看到别人设计服装怎么回事了 对天天就是同学抱着那个人台啊就走来走去的 就坐电梯我说天天拿这个都特逗 拿一个模特的人台 他们上课就天拿这个我们就拿个什么笔记本都上课了 聊到这一块的时候你你怎么吵到像什么气口上觉得哎我想说像是 什么个机缘巧合 学美术啊 学美术的艺术生然后每次画画基本上是四个小时起步 而且你要是一天上午也练习下午 你那就是八个小时对更多的时间可能是听音乐 然后或者有些选择刚巧那会儿很多人去听师傅音频 你听音乐吧是放松有时候可能不会被带走 嗯但是你画这画听听我师傅向上你就乐的乐的就手里事就就就忘了就忘了对 然后你就觉得这种形式能给你带带来很多欢乐很酷是对就是哎就觉得这是一个表达自我的方式还能给别人带来愉悦 嗯后来上了大学之后那个天津卫视有个日播节目今天有戏 他在师傅在那是主持人吗嗯跟您认识的一个访谈类的每天都在做 然后我同学在那实习他说那你要不要来说的去当观众去听听对然后我就去那就做的当观众就听 我说这活还挺好还不花钱还嗯啊然后听完之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这实习有什么门坎吗 他说没什么就都是我们都是年轻人就是这边也招人 我说那我就去实习吧嗯啊实习了一段时间然后 那个节目里师傅也会肯定是呃叫一些飞行就是我们我们德文社单位的人来嗯来完之后跟你其中一些人认识接触上了 我说我我说那我要不就先试试吧我说去去收像啊其实当时那像什么烧饼啊像呃孙岳孙老师我都认识吗 刚开始就是别干这个这个包括今天为止很多人说选择去收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去劝退嗯不是说我们吃饿的哎别来我们这行争我们饭对只是很多人会觉得 你们可能把这个行业显得和想的很简单其实中间背后要付出的东西太多太多是而且我认为是如果别说说向上的话说如果你做一个兴趣爱好我就喜欢他嗯我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去必须靠他来做个营生养候我的话也挺累的有的时候这个行业挺辛苦的其实哪个行业都一样都一样的对吧 其实声乐也是一样舞蹈也是一样对金姐肯定是就是很了解的就是你头上台之前就是我总是能碰到这种事是然后接到电话 然后有一些什么事情发生了对但是你上台依然还要那样对然后下来之后就就对就是 一旦成为了职职业的话就会就会没那么 纯粹的快乐嗯对是是有些时候你会很不耐就像像我们单位是 比如遇到家里亲人过世对过世的瞬间你接到通知你这边要上台你该上还上还得上还得嘻嘻哈哈上对就这个就我是有一个方法我是进去场以后比如说我我可能是晚上七点钟七点半开业嗯下午三点钟进去场准备演出了手机关了就是天大什么事我别告诉我嗯都是十点钟以后再告诉我对对对影响情绪 我啥都不听是 那王熙你是你的唱歌谁发现你自己发现的我小的时候就特喜欢唱但是有声音这个条件的我声音后来是练出来的哦练出来的对真的吗其实以前嗓子特别顺流音域比较宽对然后但是后来呢我就是属于是学东西其实学的挺快的 一旦快了了吧就特别容易练猛龙人家学生吧就是一天 或者是一个星期上一堂课对呀我是一天上三堂课老师总夸我就是跟其他的学生说啊 你你看个人王熙啊别人家的孩子对对对 你就是说你们三个月学的东西人三天就会嗯嗯嗯那然后哎呀 感觉好老好了继续练继续练一下子就给练猛嗯嗯 尤其是小男孩的时候那个嗓音还没有特别的变声期还没有完全变好结实的时候然后你一旦练猛的话就是特别容易伤的嗯 然后我就伤过一次伤过一次我就觉得哎怎么以前的高音怎么都没了没了呢嗯啊特别痛苦很痛苦 然后那段时间持续了几年的时间刚好是我 青春期然后也影响变声期到变声期的时候也影响了我整个的 呃性格 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那那慢慢的也不怎么愿意去多说话啊啊就安静了对了然后慢慢呢我就会发现就是 你越安静语速越慢语速越慢嗓音越低然后反而我很多朋友都说就是特别喜欢听我说话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你说话很舒服 很慢很低沉 然后我就在想让人舒服的语言一定是慢下来的然后 就很很沉稳嗯 就会很悦儿然后后来慢慢慢慢的也是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这么一个 方向 他许书这么慢你语速那么快你没请教请教他跟他跟他练来绕口练啊 我没有我放弃了哈哈 因为就是因为我家里面人就有一个那个中中系的吗然后我跟他练我就是他教不了我说这个 然后老婆教不了你完全来不了 对今天让那谁真的我们事业上让那谁让那个97先教你一下啊我来我先除了绕口令来来 97你先来啊然后然后我看王熙再来看谁我掐时间呢啊看谁比我看谁快 好吧准备好了吗97你先来你专业的啊好这这段我不会啊我就照着点来慢慢来啊321走起 白毛黑鼻子黑毛白鼻子黑毛的白鼻子通破了白毛的黑鼻子白毛的黑鼻子破了 破了壁骨盒补鼻子黑毛的白鼻子不破不 不剥沉骨壁骨盒补鼻子 完了我这不像专业的呢完了 十二百六七 来准备你王熙啊嘿哈哈哈哈哈 321走 白毛黑鼻子黑毛白鼻子白毛的白鼻子通破了白毛的黑鼻子白毛的黑鼻子破了 破了 呃 臂骨壳臂骨壳补鼻子 黑猫的白鼻子不破 不拨 臂骨壳补鼻子 停多少秒 十九秒六三 那也还行 还行 但是完全有两个画面 一个是那个动画片快进了 一个是就是深夜动画片的感觉 白猫碰到黑鼻子啊 怎么像东欧世界那种 我是语速太快了 我有时候很特羡慕语速慢的人 不是我特别羡慕你今天 羡慕我啥呀就特撒冷呢 我老大娘就说我就说哎呀 王岐这孩子 说话太慢了 多好呀啊 但确实有一点哥 咱们在发语音微信的时候 你那个确实是比别人差 确实是慢慢是吧 听他语音你就得 你这五十九秒说完事了 看那两天是不是 对他就得一条再补一条 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就停一会儿 停一会儿 你和你你媳妇怎么认识呢 金姐八卦一下咋认识的 是我去看在那个繁星西医孙里边 然后那个去看他演的话剧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哎 这个女孩 长得挺好看的 首先长得好看啊 咋好看就是大眼睛 大蒜眼皮啊对 然后那个然后个儿高 对嗯 然后穿衣服有他自有他自个儿的那种范 那时候你知道他东北女孩不知道 真不知道 然后等于一聊 我说我说我说你我说你家哪的 谁样呢 老乡老乡啊 那就开始聊了 那你在下边你是观众位 他可不认识你 你俩怎么认识 第一次怎么把画画匣子给打开呢 我是跟我的一个女性的朋友 去看戏去看他 就是看我女性朋友的男朋友的戏啊对对啊 然后呢我就说哎呦我就 我就这个 女孩我就挺喜欢的 然后他当时 你应该不行 人是中戏的 我就是 小孩那时候然后啥都没有 嗯 然后我就想人家中戏的 然后 包啥的人都背着 然后我 穷小的一个 穷小的一个 然后和人能不能看着我 嗯 然后我其实也没敢特别忘了 往往上合计这个事 追了光神追到手吧 几个月吧 几个月那挺快的嘛 嗯赶上啥呢 赶上他在河南拍戏 对 然后就是 一拍就是 就是好久好久 然后我就一直打电话 嗯 然后就聊聊聊聊聊 然后一打打四五小时那种 打的手机全热了 还是说话声音好听 我女孩听我听跟丁广播说 哎呀我跟谁 就声音好听会刺激女人的想象力的 哈哈哈哈 我这个男孩太有魅力了 然后他的光环放大 哈哈然后后来就 回来了回来就是我就 约的 就是吃饭 你当时有一次我好像是你 有个微笑我想看一下回放一下 你看不看呗 最后我想说一个 说一句话就是我还要谢谢一个人 这个人一直陪着我 他就是我的女朋友 他的名字叫做金燕竹 我知道作为一个男人 我一直以来没有什么能够给你的 但是我今天我要给你的就是 近万人的体育场和 深圳卫视所有收看金钟奖的朋友 我要对你说一声 我爱你 这位王喜多嫩呢 呃一一年 十年前十年前啊 胆多肥哈以前啊 胆太肥了 没修婚呢那会 这是我金钟奖或是货金奖的时候 你唱哪首歌货金奖的 天边 那跟那个廖长阳老师唱的天边 哦哦对的 然后决赛的时候 这个时候恋爱多长时间了 呃 得有个 不到 不到一年 不到一年 对 就是表白了 刚公众就表白了 我胆多肥啊 对胆真肥啊 我以为你去完婚了 你再公众再表白一下 没有一年 对 还是人对了还是对了 我参加这个 比赛什么的 然后也都是他 让我去 然后我其实说实话 我当时我就觉得 我真不想参加比赛 为啥呀 给就是舞台吗 展示一下自己吗 就觉得也没什么 人然后去了也是 对吧 就然后 但是后来是 平实力的 真没想到 对啊 然后就 拿到这个奖了 你对一个女孩子 谈恋爱对一个女孩子要求 这个女孩子最重要的质感 应该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 本性就是 要善良 我这一方面 就是对人一定周围人 每一个人都有爱心 要善良 我特别喜欢观察 一些人对服务员的态度 是的 然后对一些工作人员的态度 我一定会拿这个判定 我会合不合他成为朋友 嗯 小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我打哪培养的那个情绪 嗯 不过我爸 我爸就疼 嗯 然后那个喝完喝完喝 喝完饮料 然后那个那边 正好一个剪瓶子的 我爸就把就给扔过去了 嗯 我说你干嘛 反正他说 哎呀你一扔 他就自己就剪了 嗯 我说那怎么能行 我那会很小吧 我就跑过去 我就捡起来 把人递到身手里 我就对那种事特别敏感 对 那属于妈 你妈妈可能是这样的人 嗯嗯 可能属于妈 你爸爸可能男人大大咧咧 对 你可能这样属于妈妈了 嗯 但是我就特别在意人与人的那种 相处的那些细节的东西 我觉得是有温度的 我说要那个处理不好 我就觉得 不行 你现在如果谈恋爱可以是自己谈恋爱的事情了 但是有一天就要把这个姑娘取回家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第一个会跟你父母商量吗 我会 我是一定会是吧 对我的王熙呢 跟父母商量 当你看到这个金大美女的时候 我不会 这自己就决定了 对我取回家 我管你同不同意 反正我要取回家了 我是所有的事都是我自己做决定 那你媳妇呢 肯定问他爸妈吗 那肯定的 你这个女孩肯定要问了 就一个穷小子要娶我 我嫁不嫁给他呢 对对对 对我当时去见 呃去沈阳的时候我我我 我是拿着奖去的 就怕自己不魅力不够 就怕人家孩子你干啥的啊 嗯唱歌的啊 对啊 咋上班啊 嗯就怕他问这个 不那是有单位你不在海正吗 我是拿了这个奖 之后海正 你在 一一年以后马上就那时候就是金中将以后就当兵了 嗯 再不得多少年 你将近八年的时间 我八年我也比你两三年呢 对 哦八年对 一八年离开的 对 我去海正其实主要是为了那身军装去 帅呀 太好看了 对啊 海军军装帅呀 军礼服啊 对 特别好看特别好看 我以前取决的 表面上是说海军军装很漂亮 白色的军装 海军太潇洒了哈 就是把那个军港之夜 军港之夜 就感觉海军飘飘飘飘飘跟摇篮似的 就是浪漫 你摇一个圈 不是那么回事 对 不那么回事的 倒真是苦的 苦啊 晕船的时候根本太难受了 根本停不下来 哦呦 停下来翻江倒海 对 晕车你可以先停一会儿 对 晕船你根本就不行 对 不可能跟你靠岸 所以说那个时候我觉得海军真是不容易 空军更是不容易 大家就觉得 以前不了解别的军种的时候就觉得 哎呀 海军空军服装都比我们陆军漂亮 但都不一样的辛苦 陆军有陆军的苦 海军有海军的苦 空军有空军的难 哎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当兵还是有有道理的 经历了一下有道理的 现在你们有两个标签 一个是低音炮 嗯 一个是相声演员 嗯 你觉得把这两个标签抛掉 好 如果再给你自己贴个标签的话 你想用什么样一个身份 去 在就在在公众面前呢 我一直我都在说 我说 其实低音这个东西 它并不是风格 它只是音域 我就觉得我 我一直希望的就是 我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歌者就好 嗯 有的人是喜欢做广度 就是他有演戏 然后又又唱歌 这个这个是很好玩的东西 当然我特别希望就是 能往深了扎 嗯 九夕呢 我跟他正好是相反 我觉得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是一个探索者 嗯 我觉得我想尝试很多自己 就是开始感兴趣的东西 嗯 然后就感觉这个地球也是 就是说每一个城市也好 每一块地狱也好 去到那 就像小龙那个玩魔兽世界探图似的 嗯 一去那 这片就亮了 嗯 你就感觉哇 又有生活 又有新的期待 又有新的美好 嗯 然后又有那么多的事 带我去探索 我一定生活里 我是一个这样的性格 所以我可能 我是恰恰相反的 对 他是一个事喜欢 垂直 我 我就举个例子 就是说在酒店里面吃饭 我永远会吃海南鸡饭 然后吃那个沙馅的话 就是我从第一次吃那沙馅 到 到进阶段吃的 永远都是那个 就是那个面 就是挺专一的一个人 懒得想别的 我发现啊 人还得聊天 这一聊天你就是发现 以前如果只要通过 追高马舞台 认识酒席和王熙的话 就只觉到哎呀 酒席是个非常反应 特别快个聪明伶俐的小伙子 王熙呢可能是个具有 具好音质的条件的这么一个歌唱家 但聊天发现了以后 你们对生活的敏感性 反而让我更加的感兴趣 就聊了一下 我说他是个街坡 我我我我 我并不认为王熙是个街坡 我只是他用他有他特有的语速 来感知感受我这个环境当中 就做出一个很很自然很准确的表达 而我没发现我今天我特别感动的说 酒席是这么共情的一个人 所以人还得多聊天 一聊天以后你才发现 这些哥哥们在追光的过程当中 他们有不同的情感表达 世界的认知都是不一样的 这恰恰是丰富的一个东西 今天我特别高兴能跟王熙 跟我们酒席聊 以后多得聊 哪天有休 咱们不在镜头面前到姐家来喝顿酒 咱们再好好聊 好吧 好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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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